CVC 相信許多魔獸世界的玩家們 都已經打倒坦達莉亞之謎裡 最終的BOSS地獄好了吧 雖然距離該版還有一段時間 不過 Blizzard 已經展開了新版本的 Alpha 測試 現在就讓我們來看看 德拉諾之霸裡有什麼令人耳目一新的亮點吧 相信大家首先關注的 應該就是角色外型是不是變得更帥更漂亮了 目前 Alpha 版本中已經更換新角色模組的 包含了少人、牛頭人、矮人以及地精 這些無印時期就登場的舊種族 不管是臉型或是毛髮等等 都變得更加精細喔 接著到達新區域德拉諾之後 沒多久就可以擁有屬於自己的要塞 在這裡玩家可以建設各種不同功能的建築物 像是軍營可以賦予玩家召喚士兵的技能 來協助戰鬥 而煉金攻防則可以指派生產特定的道具等等 另外也可以招募 NPC 追隨者進入要塞 再指派他們去執行特定的任務 獲取額外的獎勵喔 而新地圖裡也像現在的永恆之島一樣 加入了許多隱藏寶箱 只要多加注意周圍的環境 就會有意想不到的收穫喔 除此之外每個職業的技能 天賦以及專精都做了不少的調整 升級過程當中還會獲得各職業的 德拉諾之霸專精 像是冰霜死騎在施展死亡之臥的同時 還會附上冰霜的效果 當然啊新副本的戰鬥同樣也是非常的有趣 喜愛魔獸世界的玩家們 一起來期待德拉諾之霸的正式推出吧